你们会卡逼幽记吗 一个游戏里有高手就有菜鸟 而高手和菜鸟同样都可以拿下太阳基地 但是使用的方法却有所不同 高手全凭自己的真枪实弹将太阳基地的敌人消灭干净的 而菜鸟没有这个实力就只能另许他法了 看到青木川的这个表情 我仿佛又看到了 曾经在创乐园被卡逼幽记打死的游戏玩家的表情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历呢 而昨晚青木川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这是他昨晚的第一局游戏 也是老板对他和另一个陪玩进行技术考验的一局游戏 当青木川刚落地 老板就已经成功被送上第二趟飞机 接下来就是他和另一个陪玩比技术的时候了 紧接着另一个陪玩也被敌人淘汰了 这就给了青木川在老板面前大显身手的机会了 关了摄像头的川子好像更加认真了 而刚落地的陪玩又再次被敌人击了 青木川的及时赶到才没有让他立刻被淘汰 小姐姐找两个陪玩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让他们保护自己 而是因为自己的老板过几天和朋友私下有一场比赛 他需要一个厉害的陪玩来帮自己打赢比赛 而一号陪玩的接连倒地 让青木川都忍不住的要嘲讽一下他们 这个有点水 说实话 闭麦操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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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成功被淘汰 他现在就要认真考察青木川和另一个陪玩的实力 而刚说要闭麦操作的陪玩 下一秒又再次惨遭敌人偷袭 青木川想就却没来得及 那我闭麦了 我自己倒了 怎么这么水啊 说真的 青木川开局第一把就手干火热 如果光看技术的话 他是完全可以抛开小姐姐自己进行闭麦操作的 青木川虽然每天都在待妹 但是他的技术还是丝毫没有下降 打皇冠局对他来说简直是轻轻松松 当他成功来到十二杀的时候 随机匹配的路人也受到了他的照顾 他一时就忍不住的开始飘了 带飞全场 哇 今天手感巨好 巨女无敌 说真的 无敌 能够懂 知道无敌两个字是什么写吗 话音刚落 青木川就听到了来自附近的脚步声 他也做好了战斗准备 但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敌人的雷 竟然比他的仙道 而且他还不知道是从哪里丢过来的 怎么在 诶 人呢 不是 这人在哪 在脚下 冲的呀 不是 这人在脚底下 是什么意思 在游戏中卡币优机也是常有的事 但是据说这样做风险会很大 请大家不要轻易尝试 而这些玩家到底是从哪里学来的呢 青木川也想明白一下 自己到底是怎么被地下的敌人连打逮捕的 有主播教的 哪个主播说出来 哪个主播教的 怎么卡地板上啊 我直接拉黑一趟喵的 怎么搞地上啊 我操 兄弟们 青木川在弹幕老师的指导下 来到了北京的主页 打开视频后 发现这个BOG不仅是他教的 而且还有详细的教程 而他到底是怎么卡的 这一切都是因为 这个新模式出来的 虫洞传送器惹的祸 之前的创网员是靠大炮攀爬卡进去 现在是靠虫洞传送攀爬卡进去 看来这些玩家真的是煞费苦心啊 光子爸爸一时没有注意 就有人在钻空子了 具体步骤大家可以直接去搜索 小爱就不详细给大家说了 而青木川看完也是一点震惊 那么他会是什么反应呢 你甚至可以在地底下给你的队友爆点 哪边有人啊 让他们集体去抓 简直就跟透视一样 但是呢 这个Bug就不建议大家卡了啊 你要不赶紧删了 我被搞死两次了 无欲死了 真的无欲死了